参观一下这个银杏至尊 可以坐在这下面诚量一下 感觉真的相当的不错 银杏树的寿命很长 或许当年朱元璋真的在这棵树下诚量过 但不管怎么说 中国的银杏堪称全球银杏的老祖宗 因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银杏 都是经由中国银种过去的 植物学家常把银杏与恐龙相提并论 并有植物界的大熊猫之称 今天运气很不错 今天没有太阳 然后这个天气刚好凉凉的 然后走到这个洛阳 我刚走过这一段路 旁边都是这些这个一些树林 然后那个地方就叫十里画廊 然后这边的一些农家呢 现在也都跟很多地方一样 它就改成一个农家了 说真的我吃这个农家菜 也已经吃得非常习惯了 其实农家乐这样仔细一看 这个菜色都还挺丰富的 那我前面这边呢 有一盘这个就是银杏的果子 我本来以为是直接可以这样吃 不过不行 它还没有熟 那事实上到每年的11月 就是秋天的时候 是银杏最漂亮的时候 这个地方呢 也会举办一个银杏节 所以到那个时候来的话 等于说所有的这个银杏树都变色 拍照拍起来非常漂亮 同时那个时候也会做出一些 可能以银杏为主题的一些 这个比较有特色的一些料理 不过很可惜 今天吃不到这些料理 不知道就是吃我的农家乐 也不错啦 其实这种农村的生活 平常在城市里面很忙碌 偶尔来走走还是挺好的 你看这个地方 满天的蜻蜓 自然的环境非常的优美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在距离隋州的城区 大概有65公里的一个山区 那么这个地方叫做三里冈 为什么要千里条条 跑到这个山区里面来呢 因为这个三里冈 有一个非常响亮的名称 叫做中国孤乡 不名思义 中国孤乡就是在培养香菇的地方 据说这个小镇上面 虽然是一个很小的小镇 可是有超过3000人以上 都在做这个香菇经销的一个行业 而且呢80%以上的证明 都是靠这个香菇来生活 都跟这个行业有关 那么它主要外销出去的地方 就是像香港 东南亚 据说全香港有75%的香菇 都来自这个三里冈 所以在香港 三里冈的名称可能比隋州还要有名 不过我来的季节不太对 我现在来的是7月 夏天 据说太热了 所以这个香菇 这个没有办法在这么热的时候来培育 那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培育呢 那就是要在大约8月底左右 好 那么我们平常都吃香菇 可是到底香菇怎么培育 我们还不晓得 来 所以就来看一下 你看旁边这边有一些菇价 那我把这个拿出来 这个叫菌棒 就是在培育香菇用的 菌棒 那么这个菌棒的原料呢 他说是要找一些这种阔叶树 就是山上的这些阔叶树 把它砍下来 然后刨成木屑之后呢 用这些木屑把它装到那个塑胶袋里面 然后除了木屑还要再装这个石膏 然后再加入少许的这个白糖 因为白糖是用来培养菌丝用的 然后再把它压制 压制起来之后呢 再拿去高温杀菌 高温杀菌干燥之后 那就成为这样的一个菌棒 那这个菌棒呢 形成之后 它开始就可以在8月底 就是天气稍微比较凉快的时候啊 就开始把一些菌丝菌 菌种把它放入这个菌棒里面去 那么据说这个气温呢 不能超过25度 所以即使是在8月底 它还是必须要在早上或者下午来做 那经过大概一个多月的培养 那菌丝就会慢慢的出现 菌丝出现之后呢 那么当地人非常有经验 他看那个表面 菌丝的表面本来是白色的 然后慢慢变成这种深褐色咖啡色之后呢 就在这边帮它画一道口子 画一道口子 让这些菌 算是菌种呢 可以冒出头来 那它冒出头来之后 就会长出一颗一颗的香菇 然后之后它们就可以这样拔起来 拔起来拔起来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上面 有一些这个小小的洞啊 这些都是有长出香菇之后 它们把它拔掉的一个痕迹 那么用过一次的菌棒之后 再拿去泡水 大概24小时之后呢 第二天就可以再把它拿起来 继续培养下一批 所以说我们从8月开始培养 然后到差不多11月的时候 那有第一批的收成 一直到隔年的4月 最晚到5月底呢 每个月都可以收成一次 就是大概可以收成5次的这个香菇哦 那所以说这些香菇呢 可以说给当地人带来很多的经济效益 那这剩下来的菌棒怎么办呢 我刚刚也问他这个问题 那么如果说真的不能用呢 当然还是丢掉 但是呢 它还有一个很好的作用 就是可以拿来烤香菇 因为那个香菇培养出来之后呢 那你用一般的木炭去烤啊 它会产生一些化学物质 所以让这些香菇可能反而风味尽湿哦 但是你用这个原来在培养的 这个菌棒来烤的话 光是闻起来就有种香菇的味道哦 大概有种香味加成的效果 所以他们就把这个东西留在这边哦 那将来还可以用来烤香菇用 非常好用哦 那事实上三里港这边呢 在2008年底啊 它就已经做了一个很大的 这种香菇的交易市集 可惜现在也是因为不是季节嘛 所以这个交易市集 现在就没有人 也很可惜 不过呢 虽然没有看到交易 也没有看到种香菇 还是可以吃到香菇的 毕竟来到中国的菇香嘛 一定要品尝一下这边的香菇宴 隋州呢 那既然号称是中国菇城 既然这边有这么多的香菇 那我们当然应该要把香菇做成一些当地有特色的料理嘛 不但做成料理 而且做的一整桌 你看 这个是隋州香菇宴哦 我坦白讲 自从我上次去过陈德吃那个满汉全席之后 我还第一次看到这么丰盛的一个宴席哦 这全部都是香菇做成的嘛 对 大部分是用香菇做成的 大部分都是用香菇 好 那我们就来介绍几道哦 让我们观众朋友了解一下 我当然一眼就看到中间的那个 中间那个叫做 叫边中菇香 边中菇香 因为边中也是我们隋州的一个特色嘛 边中菇香 微妙微笑 行味俱佳 用三黄鸡香菇炖制的花菇母鸡汤 香气铺鼻鲜美可口 以香菇银杏蜜枣制作的甜点隋州三宝 暖糯香甜味道独特 数十道的佳妖真是让人连声赞叹 大开眼界 大饱口服 大家都听过绿林好汉 但是你知道这名字的由来吗 你知道中国有三大天池 但是还有隐州的第四天池白鲁 一座城市的名字便是他的自传 隋这个地名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 部落融合的印记 炎皇之战后炎帝神龙战败 接受皇帝分封 将领帝更名为隋 以示跟随归顺 现在随着台湾角一起走进隋州 探访神龙故里 隋州的市区有许多历史文化 但是隋州人如果要休闲娱乐的时候 他要去哪里呢 距离隋州不远就有一座大红山 那这个大红山在历史上曾经非常有名 它以前叫做绿林山 也就是说那个绿林好汉起义的地方有没有 这个绿林就是从这里得名的 当然现在大红山已经没有绿林好汉了 那它有什么呢 我听说大红山里面 现在已经开始在规划一些风景旅游区 甚至于呢在这个大红山里面还有一些自然的火口湖 以及一些宗教圣地 同时我也听说在大红山里面 也盛产了许多种的中药 不管怎么样 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发掘这个山中传奇 给大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